健康 科普 动漫 物贵尼克 啥是中耳炎呢? 中耳炎是累积中耳 包括烟骨管 骨室 骨豆及乳突气房 全部或部分结构的炎性病变 耗发于儿童 简单来说 就是有个叫中耳的地方发生炎症 数据走一波 2010年 我国7岁以下儿童约1.27亿人 根据当年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 听力残疾儿童约有100万 掐指一算 大概每127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听力残疾儿童 添了个路 当场下滩 场外补充 听力残疾不是指完全听不见 而是指听力受损达到一定程度 再来一组数据 据调查 全球30%以上儿童听力损失 是由耳部感染等疾病引起的 主要的耳部感染疾病就是中耳炎 其中以急性化浓性中耳炎最为典型 本专题中所提及的中耳炎 就特指急性化浓性中耳炎 下车 下车 掌向 下车 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